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,世界上的很多国家经济都发展起来了,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有所提高。 不过说到发展,中国这些年来的经济发展速度可以说是非常快低了,因此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到中国生活,我们都知道,由于与越南的领土距离较近。 从越南过来中国生活的人非常多,尤其是女生,越南的女生年纪轻轻,就需要到中国来打工维持家庭生计。 不过,让国人民生活水平差异明显,来中国生活之后越南姑娘总是难以适应自己国家的生活。 就有个越南姑娘在中国生活了六年,回国抱怨泰勒后活不下,要回中国。 这位姑娘在中国生活的日子里,衣食住行样样便利,平时出门都不需要带钱包,可以直接用手机支付,住所以各种家电齐全,平时购物可以直接网上购买。 中国的快递速度非常快,另外,当她不想出门时,在家里就可以叫外卖将一日三餐送到跟前,而出行的时候,无论是共享单车,公交还是地铁都非常便利。 在这中国生活了六年之后,这位姑娘回到越南,就有些接受不了了,因为那里不仅没有中国那么方便,而且也不是特别发达。 难怪她回国之后会抱怨,泰勒后了活不下去,想要回中国。 中国人的生活确实是很方便的,我们长期待在中国没有对比可能难以体会。 你觉得在你的日常生活中,最方便的是什么呢?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